上回书说到东方朔公司敖还有魏清 三个人结为了生死之交 就在这个时候 杨德义手捧皇上赐给的金牌 带着自己训练的一群狗就来了 东方朔就跟魏清说 魏贤弟 你赶紧让两位妹妹收拾好了 咱们傍晚之前务必赶回长安 这个小男孩把眼睛睁大了就问 那么还有我呢 我怎么办呢 东方朔非常喜欢这孩子 就把这男孩子抱起来了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呀 霍区病 霍区病 这名字好怪呀 魏清在旁边说话了 大哥 他爹姓霍 这孩子刚生些不久 就生病死了 我们怕孩子长得不结实 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这个男孩子接着就说 霍区病 我叫霍区病 就是我们霍家呀 去掉疾病 好 东方朔左手抱着霍区病 右手拍了拍他的脸蛋 好 霍家去掉疾病 怎么呢 也让汉家去掉疾病 魏清面对此景心中一动 大哥 这孩子一看见您就管您叫爹 看起来你们爷儿俩可有缘分呢 您 想不想认他为义子干儿啊 那太好了 我求之不得的 霍区病 你可就是我第三个儿子了 区病 叫成干爹 东方干爹 好 我答应 哎 这孩子你可真机灵 走 跟着干爹上长安 就这样 杨德以手捧皇上刺的金牌 在前面开道 东方朔抱着霍区病 还有魏清 还有公孙敖骑着马 两辆车 前边这辆车上坐的是魏少儿 后边这辆车坐的是魏子夫 再后边就是杨德道训练的这群狗了 这些人就直奔长安 在长安城里 汉武帝刘彻早就急坏了 因为他把金牌给了杨德意之后 杨德意走了 他就上了早朝了 急急忙忙下了早朝 躺在了卧榻之上 他着急呀 等着杨德意把魏子夫带回来 他就顺手抄起了一块竹简 可是拿起这块竹简 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闭上眼睛 眼前马上就出现了 梦中的魏子夫 武帝心说 这样的女人 肯定会让我随心所欲 我是个男人 我是大汉天子 我为什么就得不到他呢 难道说后宫增添一味加力 这就违背了阻制 我就是要魏子夫 我看谁有什么理由能够反对我 说不定这件事就是我刘彻反击的起点 得意 得意 禀彼太监锁中赶紧进来了 皇上 杨德意 他不是拿着您的金牌救人去了吗 还没回来呢 汉武帝生着气站起来了 他没回来 谁让你多嘴呀 皇上 老奴该死 该死啊 你就去死吧 是 老奴遵旨 老奴这就去死 这锁中望初走了两步 他又回来了 皇上 奴才死了 可有点不放心呢 你没儿没女的 有什么不放心 皇上 老奴是在想 老奴要是死了 还要比老奴更好使唤的人吗 汉武帝放松了一下 也冷笑了一声 好了 你都死了一百回了 一百回可不算多呀 皇上 老奴准备万死不辞 汉武帝也被他逗乐了 你这个老奴啊 那是朕呢 不让你死 老奴谢陛下龙安号道 又让你框我一回 所忠啊 你说杨德义怎么还没回来呀 皇上 您要是等得不耐烦了 是不是我把海烟叫来陪陪您呢 好吧 我也真是等着着急 你陪着我 我更着急了 你要不提 我倒把寒烟给忘了 来呀 叫寒烟 这寒烟是谁 寒烟是汉武帝刘彻小时候的伴读 也是他小时候的伙伴 他的祖上呢 就是保着汉高祖刘邦 得天下的大元帅寒心 这个寒烟的祖母啊 是寒信的小妾 当年寒信被满门抄斩 这个寒信的小妾 当时正怀着寒烟的父亲 就被当成礼物送给了周伯他们家的一个随从 这个女人到了周家之后 周伯和儿子周雅夫 也知道寒信死的冤 就把这个有了身孕的女人收藏起来了 让他安全的生下一个儿子 周雅夫就把这孩子收为一子 后来又给他娶了媳妇 给他制了产业 终究为寒信他们家保留了这一脉骨血 这个寒家的儿子呢 后来又生了好几个儿子 周雅夫就把这几个孩子当成亲孙子一样的养活着 他最喜欢的就是排行再三的三孙子寒烟 因为寒烟长得聪明伶俐可爱 周雅夫就给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 叫寒烟 有一天 周雅夫呢就带着寒烟到后宫玩 这时候周雅夫官职是太子太傅 没想到呢 留车看上寒烟了 那时候留车还是太子呢 非要把他留在宫中 做自己的半读不可 这样寒烟就留在宫中了 每天陪着太子玩 每天陪着太子读书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后来太子成婚了 寒烟呢也成了大小伙子了 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留在宫中 这样跟汉武帝刘彻只好忍痛分手 可是寒烟回到家中就生了病了 病得弱不禁风 好像有点像女人 他每天就是想汉武帝刘彻 为了见汉武帝 他自己私自主张 就把自己静了身了 这下可把周雅夫气坏了 差点气死啊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做呀 啊 好 你就是静了身 我也不许你进宫 寒烟见不着汉武帝刘彻 后来周雅夫死了 寒烟才能够入宫半价 可是皇太后呢 也不喜欢寒烟 再说寒烟对待后宫里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 太后看见寒烟就把脸一沉 寒烟心里也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每回看见汉武帝总觉得有点毕丢 这回汉武帝传下话来 让寒烟听见 锁中马上出去传指 寒烟一会儿来了 武帝一看 寒烟仍然是弱不禁风 寒烟看见五帝了 他是君我是臣 赶紧跪倒十里 五帝把手一摆 免了 小烟子 看见朕还下跪吗 行了行了 不要行此大礼了 寒烟挺高兴啊 因为汉武帝仍然叫他小烟子 奴才 谢皇上 行了 小烟子 我把你叫来是让你陪我说几句话 我问问你 你说那个东方树怎么那么糟糊呀 他的夫人规定他每年娶一个美貌的女子 可是我 我归为天子 总想找一个可心的人 怎么就办不到呢 寒烟马上就明白皇上的意思了 皇上 谁让您是大汉天子呢 天子也是人 为什么就不能娶个可心的人呢 皇上 恕我直言 当年皇太后 跟您受困的时候 您想没想过 娶一个可心的人呢 这可 啊 想啊 皇上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阿娇皇后 可就是您的可心人呢 汉武帝刘彻不能否认这一点 小燕子 可是知道今天 他也不替朕生意而伴女的 我就应该 哎 皇上 您慢着 既然陈阿娇皇后不能给您生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皇后 新来的妃子要是生了 就算皇后生的呢 啊 皇上眼中一亮 对对对 小燕子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关键的实话 还是您有主意 这叫当居者迷 旁观者清 好 今天 朕就传旨 命你为后宫协调使 你可以随便出入 所有后妃的住所 专为朕 安抚后宫那些凡人的事情 你 能不能上任呢 韩燕当然愿意 这样就可以随便见到皇上了 皇上 小人为陪伴您 都静了身了 还有什么理由 不为皇上效力呀 痛快 小燕子 只要你呀 能让阿娇不闹事 我就重重的赏你 就在这时会儿 大太监索中进来了 皇上 杨德义他们回来了 已在宫外等候 好 快领证看看 汉武帝流车 蹭着下跳起来了 所重 他们来了没有 皇上 请您自己去看吧 汉武帝流车 走出宫外一看 杨德义跟东方朔 还有魏清这些人 站立功后 武帝根本不理他们 看见前面两辆车 他立刻走过去 就把头一辆车的门帘 掀开了 祸取病啊 正坐在母亲的怀中 撑了一下 就蹦下来了 汉武帝吃了一惊 就问魏少儿 怎么 你依然有了儿子 东方朔在旁边乐了 皇上啊 您性子急 可吃不了热豆腐呀 东方朔 你这搞的什么鬼 皇上您看 东方朔陪着武帝 来到第二辆车前 就把车帘掀开了 皇上 刚才那是姐姐 这个才是妹妹啊 汉武帝看着魏子夫 两只眼睛呆呆发浪 这正是梦中所见 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啊 东方朔一瞧皇上那模样 皇上 豆腐凉了 味道可就不一样了 汉武帝赶紧把东方朔推开了 走到车前 轻轻地拉起了魏子夫的手 魏子夫下了车之后 他就抱起了魏子夫 直奔宫中走去 东方朔跟着就喊 陛下 臣还有要事禀报呢 汉武帝连头都不回 什么事啊 明天再说吧 哎 皇上 臣等出生入死 找到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 听见重要人物 汉武帝才回过头来 谁啊 东方朔把魏清拉过来了 皇上 这位壮士 有万夫不当之勇 请皇上重用 皇上看了一眼 好吧 朕封他为 散其常事 你们呢 下去安排 说完头都不回 就把魏子夫抱进了宫中 东方朔看着皇上的背影 哎呦 拍得自个儿一切脑门 我说东方朔 东方朔 你怎么成大傻瓜了 你还说魏清魏壮事呢 恐怕连你是谁 皇上全都忘了呀 就这样 皇上有了魏子夫 半个月陪着魏子夫 就没见皇后阿娇一面 皇后陈阿娇实在受不了了 马上命人把母亲窦太主请来 窦太主 也只好埋怨女儿啊 阿娇啊 这都是你的肚子不争气呀 你发愁有什么用啊 阿娇知道 在母亲面前 自己不能随便放纵 但是她心里头十分委屈 母亲 您说皇上跟这贱人 在一块都半个月了 理都不理我 我这个皇后 没有脸面 我这脸忘哪个呀 什么叫脸面 啊 这大汉江山才是脸面 大汉江山是我们刘家的 天下谁不知道 没有我长公主帮忙 他们母子 一个做皇上 一个做皇太后吗 哼 要是没有我长公主 恐怕他们母子也不会活在人世之上吧 母亲 您现在可不能这么说了 现在她翅膀硬了 自以为能上天了 她可忘了 忘了当初 咱们娘俩是怎么帮助他们的了 哼 太皇太后还在 量她也不敢过分 母亲 我们对付那贱人没办法 我听说 那个魏子夫 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哥哥 叫什么 叫魏清 好像在宫外头当差 要是魏清能够出了事 是啊 我知道 要是魏清出了事 这个魏子夫 他就没有笑脸陪着皇上了 是不是啊 母亲 可是你要惩治魏清 您还得留点神呢 上回您派那几个家将 没有什么本事 哼 这回 我就派几个能人 我就不信 治不了他们 好啊 他们对不起我 我就对不起他们 就在这个时候 走几个宫女来 皇后 后宫协调使 含烟求见 协调使 把阿娇气坏了 目前您听见没有 也不跟我商定商定 啊 还封了个后宫协调使 这样 后宫就由他们来指挥调动了 不见 豆太主赶紧站起来了 不 宫他进来 宫女出去 时间不大 寒烟走进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小人靠见皇后娘娘 靠见太主殿下 小燕子 你是一个大男人 你这本事可不小啊 竟然 做官做到后宫来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替皇上 来说三道四的 小人不敢 小人是为娘娘而来 什么 为我而来 你能为我做什么呀 小人 是给娘娘倒洗来了 也为太主殿下倒洗 还洗呢 再洗呀 我的女儿就被洗出宫去了 太主 小人可不这么看呢 那你说说 我们母女洗从何来 太主 如今可有人 愿意为娘娘生孩子 以成绩汉史大统 怎么能说 不是喜事呢 阿娇听糊涂了 谁替我生儿子 谁会这么做呀 皇后 你也知道 小人自由在宫中 与皇上为伴 深知皇上的心事 皇上令那心人 主要是为了早生太子 如果有人生下太子 然后 所以小人才来给皇后娘娘 道洗 豆太主演的一亮 走上前一步 就把寒烟拉起来了 小燕子 你起来 坐下 有什么话 坐下再说 这寒烟呢 也不推辞 就坐到宫女送的 锦敦之上 皇后 要是将来 生了儿子 由您来抚养 说不定 还会给您招了一个 亲生之子 阿娇也想对呀 常听母亲说 没有儿子 身边带个儿子 能让自己也能 生个儿子 这是女人们 常用的一招 想当年 井弟生病 就让我跟太子 先成婚 成婚已冲喜 井弟的病还真好了 也许小燕子 说得对 这时会儿 皇后阿娇的脸上 多云稍微转情了 母亲 女儿 要是有了儿子 不也是您的喜事吗 寒烟在旁边 又说话了 不 太主 也有您的喜事 还有我的喜事 快说 我能有什么喜事 太主 小人跟一个 卖珠宝的后生 叫懂演的 可是十分要好 我们俩是好朋友 豆太主 立刻明白了 因为豆太主的秘密 皇后阿娇并不知道 汉母帝刘彻 这位姑母家岳母 已然年过半百了 但是你要一看他 就好像那四十岁 也就刚刚出头 那人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精心保养自己 只不过 豆太主自叹命不好 是个女人 豆太主的丈夫 陈武 已然六十多岁了 而且身体不太好 所以豆太主通过寒烟 就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男人 叫董演 这个董演长得高大英俊 能说会道 豆太主的一颗心 就全都交给董演了 每天看着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心里边高兴 一天看不到 这豆太主就难受 所以说听韩燕一说 豆太主马上明白了 立刻就打断了小燕子的话 好了好了 我知道这事了 就让他呀 带着珠宝到我府上 好吧 小燕子 传下话去 我要起驾回府 阿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母亲您 我呀 岁数大了 喜欢珠宝 回去买点珠宝 皇后啊 你说的事 你放心 我回去就办 韩燕明白了 太主 奴才也随您一同回去 好啊 没有你 我上哪儿去找宝贝去 豆太主说完 带着韩燕就走了 咱们暂时把豆太主 跟董演的事情放下不提 豆太主回到家中之后 马上叫这心腹人 让他们想办法 暗害魏子夫的哥哥魏青 魏青啊 他万也没想到 豆太主会撒下天罗地网 暗害自己 到底 豆太主用什么办法 还魏青 下回再说 vibe 骚人 喝 我们要别胡 和 懂 责 试 试